接着来关心到车祸意外消息 首先苗栗县有一名70岁的吴姓阿嬷 她骑着机车载着孙女行进路口 跟一辆准备右转的游览车发生了碰撞 祖孙摔倒在地 而游览车上有30多名要前往白沙屯 拱天宫进香的香鹤也被吓了一大跳 另外台74线东向大力交流道 则是有一辆的休旅车 女驾驶自转护栏还不及到后面的来车 行车记录器派下着惊险瞬间 55岁的夜姓女驾驶开着休旅车行驶台74线 不知道是谎玄还是分心 不慎自撞减速车道出口鼻端之后 失控再撞后方来车受伤送医 警方对双方驾驶人四以九侧 其九侧指金为零 镜头转到苗栗一辆休旅车 从通宵镇苗128线要右转到台一线 右侧一辆机车疑似刚好在游览车视线死角 双方碰撞之后 机车上一对祖孙连人带车横倒在地 还好游览车紧急刹车 阿嬷意识清楚 现场一名患者 左侧大腿以及手肘些微轻伤 75岁的无姓阿嬷 载着15岁的孙女被撞倒地之后 孙女全身擦措伤送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当时游览车上有30多名游客 他们是从南头出发 前往白沙屯拱天宫进香 要起求瓶该没想到却出了意外 双方九车时为例 警方呼吁 用路人使用车辆时 要注意车前状况 务抢快 机方不排除是游览车驾驶 没有注意车前状况才会酿货 不过肇事的原因和责任 有待进一步离清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